我們今天的一個重點 有一個叫Magic Russell 3D 3D Slash 玩過之後 你 會覺得其實蠻容易的 那 如果你想做很複雜的 其實用3D Slash 老實說還不太容易 那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 蠻特殊的 也是像素式的 像素式的這種3D 那各位呢 你有看過類似像那個樂高的電影 對不對3D的電影 大概知道 喔 要像做那個 那我們這個Magic Russell 3D呢 他基本上 他 不只是做列印 他一樣可以輸出魔形 但是他也可以怎麼樣 在螢幕上 而且他有一些發光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網路上 你去找找這樣的關鍵字 我們去搜尋一下 你可以看看他的圖 那個圖片的部分 好 有沒有 這個 有人用這樣做的 這個 這個 也是用這樣一顆一顆拼出來的 這個也是這樣拼出來的 有沒有 這個 瑪利歐 這個 就是很標準的 他有用發光的 所以他 可以輸出很逼真的 不像我們3D 他比較單純 因為他是做模型用 所以你會覺得說他好像 就是比較 就是 沒有那麼 真實的感覺 那你現在看到像這些 這個都是用 Magic Russell 3D 這樣做的 然後就一顆一顆 慢慢把它敲出來 好 像我剛講的 你可以變成真正的 3D模型 也可以就很單純的 就在螢幕上看 都可以 那我們進到他的官方網站 從這邊進來 好如果在這邊顯示不出來 你可以按新聞頁也沒關係 那他本身是一個軟體 好是一個單機的軟體 有什麼有PC版 也有Mac版 所以就看你自己 最新版本到這一個 你看連1.0都還沒有 所以 撐很久有沒有 但是你從下面這邊 這個是他的那個 這個 一欄的部分 有沒有他有做一些更新 好那 這個 等一下再說 那軟體的部分你可以先從我們 官方網站下載也可以 你從我們 右手邊 老師有更新到比較新版本 從這邊點進來 從這裡打開 打開 然後呢 這裡就可以下載 下載之後 你可以把 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 來 你如果是點進去的 你如果習慣點進去就按著他 拿來外面 這樣就好 各位可以接受 這樣叫解壓說法 可以啦 我只會最簡單的 你就按著丟出來 這樣 就解壓說完了 那你看一下 進來裡面之後 裡面只有一個資金檔 點開 你就會看到 長得像這樣子 那 他的工具 不會太複雜 但是蠻好玩的 可是比較可惜就是只有英文介面 那 這個部分呢 如果說各位你想要做比較 就是進階的 我們在這裡面 中文的教學 老實說 比較少 比較少 那我找到 一兩個網站 他有 在介紹 這個 Magic Russell 3D 所以我蠻鼓勵各位 你也可以看一下 去了解一下說 人家怎麼做 人家怎麼做 那 等一下呢 我會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先找一下軟體 現在大家把軟體都打開了 那 你打開這個軟體之後呢 其實他 沒有很複雜 但是呢 剛開始不太懂 沒關係 你先看右手邊 右手邊這裡 他有一些內建的功能 應該說範例啦 有沒有 這裡 打開之後 有一些專案 3x3x3 8x8x8 還有城堡 我們就可以先點點看囉 來你先點一下 這樣子點下去 有沒有 你這樣就看到一個 3x3x3 那 你要怎麼樣旋轉它 這裡 要麻煩你按滑鼠的右鍵 按右鍵不放 有沒有就可以旋轉 按滑鼠的右鍵 那一樣滑鼠滾輪 就是放大縮小 滾輪就是放大縮小 好 我們看8x8的 ㄟ 有沒有這樣一個 對不對 他有幾個 城堡叫出來 哇 直接 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右手邊這些範例 你可以先試看看 ㄟ 你看 像這個 這種 像素式的 你要用Photoshop做 用以拉錘做 好不好做 老實講不好做 你可能會只有一個角度 可是這個如果是立體的 你要轉什麼角度都可以 但是拜託各位喔 你不要打這種給我印喔 因為印出來就垮了 有沒有 呵呵呵 所以這個要 有支撐的 好來看一下 ㄟ 這裡有另外一個 有沒有 這個拿鍵的 好所以如果你要一些像素化的那種 圖案的3D製作 其實用這個是蠻不錯的 ㄟ 這是Doom的 他這個就只有平面而已 來 那另外呢 像這邊 哇 有沒有 很複雜的 他就可以做很多 那這個是先給你看一下 ㄟ 他有做的一些感覺 所以你可以先 讓他感覺一下 那我告訴各位 其實他輸出的品質 可不是只有這樣子喔 因為呢 你稍微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現在我們其實是在建模的狀態 那麼如果你要輸出比較逼真的 效果 就要像一般的3D軟體 進入所謂的random 一般中文翻做著色 所以我從這個地方點一下 你看 有沒有開始幫你做光影的變化 這個就不一樣的 好就會比較逼真 那你可以把這個輸出成一般的圖片 也可以變成3D模型繪出 好那 你看我們看Nature的 哇 這個我現在就直接在random模式 讓你看 那他的檔案其實很小 可是你會發現他做的東西 是非常的逼真 好再來看一下 你看 你看 有沒有打燈光 有沒有會亮起來 對不對 因為他可以設材質也可以設燈光 你如果這裡要玻璃的 你可以跟他講我這個材質要用玻璃的 那他就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跟你只有看這個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喔 對不對 當然因為這個rendor的部分 就會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你電腦的顯示卡 所以上面你有看到他有個進度在跑 如果你顯示卡 可能 效能不是那麼好 或者你沒有獨顯 那這個時候 他這個動作就會比較久 而且你只要 移動角度 他會重新再算一次 他會重新再算一次 好 所以 像這樣子 你看另外一個 哇 這個 就是有點像迷宮的 然後這是茶壺 這個就還好 這就比較像我們一般的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 你可以先試看看 先試看看 你想要哪一個 那 比如說我現在這裡 好的 我先挑了一個 我先回到這個模型這裡 那麼 你先看一下他的工具 在左手邊 就是他的色盤 跟工具 那預設的就是一支筆刷 有沒有 你可以增加 可以刪除 也可以怎麼樣 上顏色 這三種 好這裡有三種 所以呢 他還有不同的工具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如果一開始是 刪除的 我先找這個 比較大的 看一下 我們開個新的檔 右上角這邊可以開個新的 有沒有這樣就空白了 就是一個立方體 跟我們3DC選項 記得 滑鼠右手邊是旋轉 那我們先試看看 我用擦除的 這個預設是這個 來你看看 你看 這樣有沒有擦掉 對不對 不夠好吧 我們再擦一個 這樣擦掉 所以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看你啊 所以這個很方便啊 我覺得他在敲東西很方便啊 跟3D設計 比較不一樣 那你想不一樣的顏色 就用paint 用塗的 你可以直接指定 你要什麼顏色 比如說你要這個顏色 好吧 我們就幫他塗上這個顏色 有沒有 好 那 他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還有其他的工具 可以用 你甚至可以把他移動喔 好比如說這個 好吧 就是這一塊 我先把他 移出來 那我轉個角度 這樣比較好 來 你看 我看一下 這裡 要把他移出來 拉下來拉下來 有沒有他會有點像 重複的 會像重複的 那 看你選到範圍 我剛剛沒有選 如果我只要這個範圍 對不對 我就選這裡 我再來移動出來 把他 往這邊 看一下 這樣好 這樣子要拉出來 好像不好拉出來 看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旋轉 我們右手邊這裡 這裡有他的這個工具 他也有一些基本的形狀 有沒有 在這裡有一些基本的形狀 那我看一下 這裡 把它清掉 複製 貼上 拿出來 看看 這個怪怪的 保護空間還在 確認一下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邊 扔的 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是 不要只有看到這裡 所以 我覺得這軟體還蠻好玩的 那 你可以稍微參考 那麼 剛剛有提過 有一些 這些教學的 我覺得還不錯 他可以告訴你 基本的操作 但版本 不見得是最新的 但有時候那個界面會改變一下 可是呢 大致上 大致上這些 都 還算是 接近原本的 那你可以參考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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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